大使你怎麼看 說到了衝返海巡大國 中國大陸不只水上的作戰艦 水下的潛艇 現在也是越受到矚目了 6月19號大陸潛艇部隊成立70週年 說要鑄造一個堅不可摧水下鋼鐵長城 隨時給對手致命的一擊水下長城 然後海軍軍官文學新說 他們的潛艇部隊要轉變成 核長兼備以核為主 中國大陸被說093跟095的 這個攻擊席核潛艇 噪音控制在95分貝 大概跟海洋背景值非常的接近 意思很難被聲納鎖定 那更別說最新型的是096 因為他說要核長兼備 以核為主 096跟巨浪3會不會趕快橫空出世 096他很厲害 更別說他可以搭載16枚巨浪3 打到美國本土1.2萬公里 然後096跟俄羅斯新一代的北風之神 來比更優秀 另外再來看到中國大陸很多 做法也讓大家看到對台灣不太一樣 最近有數價民航機 從金門馬祖的上空飛過去了 這是一個 另外094晉級的這個方式 潛艇被說用輔航的方式 通過了澎湖海域 被台灣的漁民捕捉到了 陳永康委員就說 我用輔航的方式是因為要回去大修 那其實在2022年的時候 西方媒體就說 中國大陸有6艘094 全天候值班 代表就是隨時都有一艘094 可以打巨浪2 對 大陸基本上 基本上現在的方向 這個非常清楚 就是要做一個海權大國 海權大國的話 你所有商船沒有用 你有海上的生命線 你沒有一個保護 你這個商船的這個生命線的這個 這個軍事能力的話 你那個商船是生命線非常脆弱 所以你一個國家發展的程度 你是一個全球性的這個 貿易大國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足夠的海上自衛能力 那海上自衛能力說實在 從1842年來看 中國非常的弱 那基本上這個 不要說這個 出第一島鏈 就在自己的這個沿海 基本上都是屬於挨打的 你看這個1842年的這個 中英的這個鴉片戰爭 這個英國的軍艦 在廣州打完直接就往就往北邊走 那有人擋得住嗎 那是完全沒有 如入無人之境 那即使到二次大戰結束 大陸的海軍剛開始的時候 還是什麼 三樣東西 飛潛快 飛彈 潛艇 還有什麼 快艇 基本上是 是保護沿岸的 你要出第一島鏈 實力都不具備 可是你知道海軍是最花錢的 非常花錢 而且它高科技兵種 人家也不會幫你建 那這幾年 中國大陸 富裕了 然後呢 我覺得就是說 還是一個長期的計畫 那除了水面的 你看這個 航空母艦 一下就三艘 對 然後05大驅 一下六艘 現在八艘 現在八艘 那052 然後075 076都出來了 這都是4萬多噸的 兩棲攻擊艦 然後071出來就25000噸 往這個 先兵交100 菲律賓人就知道了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同一個量級 那這個水下的部隊 事實上中國大陸 這個水下艦艇部隊 潛艇部隊 前兩天剛過70週年 這個慶祝70週年 中國的海軍是75年 潛艇是70年 所以還差了5年 可是這幾年也是非常非常快 最主要的 我覺得最大的這個突破 還是在核動令的潛艇 不管是攻擊艦 還是戰略潛艇 也就是說 一射這個洲際彈道飛盗 為主的戰略潛艇 都有很大的突破 094這兩天在台灣海峽通過 造成極大轟動 台灣報紙連天累讀了 各方面在猜測 到底是什麼原因 會在這邊突然浮出水面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的看法 是有幾種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認知上 在它的整個實踐上 已經把台灣海峽視為 自己的內水 也不是純粹內水 它不是一個國際水道 所以在這一個水道裡面 自己的艦艇它就浮起來 浮起來有什麼好隱藏的 有什麼好遮掩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其實台灣海峽 事實上它經過那一段 澎湖的那一段 事實上是比較淺的 那個有的水深 也不過才40公尺 而這一艘 094的這個核子動力的 戰略潛艇 它本身就有10層樓高 10層樓高就已經快多少 快差不多 基本上已經接近快30公尺 現在在地震 現在在地震 現在真的在晃 對 好 希望沒有事情發生 然後把這個沒有任何災害發生 好 大學 所以他就乾脆浮出來 我覺得也不是給 當然也許是給賴靜德看 另外一方面呢 我覺得還是對整個的這個區域的 這些軍事強權 包括美國 展現實力的 那最近我覺得中國大陸這個建立 就是說慶祝70週年 很多有關 有關這個潛艦部隊的 這個目前的這個戰力 做了很多披露 那基本上就是說 特別提到093和095 這是攻擊型潛艇 那其實這個部分 全世界實力最強還是美國 它有將近60艘 也就是 俄羅斯 俄羅斯也非常強 可是美國的這個基本上 它稱霸這個 稱霸世界各洋 它認為是這個這個部隊 對它在你身邊偷偷摸摸的 它就已經把它的怎麼樣 它的攻擊力放在你家門口 那真正發生海戰的時候 這些潛艇它的戰爭 它的它的戰力也是很強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基本上 不是只有常規潛艇就夠了 因為核潛艇基本上 現在的核潛艇 基本上是無限續航 它真正就可以跑到你美國的東岸 你美國還不知道 不知不覺 這種攻擊之核潛艇到美國東岸 美國也不知道 而且它現在水下的 待的時間非常的長 因為它事實上 這個在水下 它自己本身有什麼 有這個滯氧的能力 它的這個氧氣不必靠 浮到水面上來補充 它在水面下 它就有滯氧的能力 所以這個攻擊性潛艇 事實上我覺得會是這個戰爭裡面 真正跟美國在這個大洋裡面 較量是很重要的武器 所以我看這幾年 就是說中國大陸在這個核潛艇 不管是攻擊潛艇 還是戰略潛艇上 都有很多新的突破 另外還有就是說 做戰略潛艇它的載台 過去都是這個巨浪2 這幾年巨浪3 很多跡象也顯示巨浪3 也已經到了這個實戰的 已經可以實戰了 那麼096基本上 它是22個發射系統 就遠大於094 大概12個 096應該是16個巨浪3 巨浪3 然後這個094好像就比較少 它的發射台就比較 所以戰力來講的話 就有差距 所以我覺得就中國大陸來講 其實這幾年你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是要朝上一個 海洋強權的一個角度 一個方向快速的發展 所以12艘都放在這個 這個造船場裡面 13艘 然後這個我覺得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麼5年前可能美國人 評估中國大陸的海軍戰力 是一個等級 現在就不一樣 那以中國大陸目前 現在的造船的速度 跟它的這個發展的 重點的目標來看的話 我覺得不要等10年 我覺得10年內 中國的這個整個海軍 不要說是在這個五大洋 如果在太平洋來講的話 美國就可能已經 備受威脅了 那而且這個潛水艇 可能就常常會在美國的這個 這個周遭的水域會出現 當然 那甚至中國的可能10年以後 這個核子動力的這個航母 可能也會 不要說第三島鏈 我覺得在太平洋以西 從中國角度來講 太平洋以東的 靠近美國的邊緣的水域 時常出現 我覺得美國人也必須要習慣了 對當然要習慣 因為你來我家我也要去你家去 那尤其中國大陸 和其你這一塊 未來看到096的話 到了北冰陽的話 不得了了 離美國可近了 更別說了096 從海南南海這個地方打過去 就可以打到你美國本土了 所以亮哥你怎麼看呢 你圍堵大陸可以圍堵多久呢 最近來看到 就是說到了電動車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副總理丁薛祥說 歐盟你不要搞綠色壁壘好嗎 然後最近王文濤應約 跟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 東布魯夫斯基舉行的視訊會談 要對歐盟對重道電動車 反補貼調查來進行磋商 真的是動起來了 那尤其是哈伯克 他最近來到中國大陸 他也提到說 歐盟這個關稅跟美國巴西 土耳其的懲罰性關稅不一樣 還說德國需要著眼 未來30年的中國戰略 歐盟對重道電動車加徵關稅 只是為了獲取公平競爭的環境 但他又罵了一下中國大陸說 你中國大陸不在俄物當中 支持俄羅斯的話 歐洲跟德國也不會降低 你中國原料的依賴 其實他是蠻反中的 那這次來中國大陸 本來以為說他可能會 談談電動車這些問題 可能放軟 這有放軟嗎 本來就沒有人樂觀 對啊 真的 是啊 他去完全是為了救他的政黨 因為綠黨這次在歐洲議會選得非常糟 很差 明年大概就game over了 OK 因為看來基民黨應該是會恢復執政 事實上明年之後 中國大陸在歐洲的局面會好很多 因為這些 對 然後法國如果極右翼的力量也上來 他們會更講究本國的利益 對 事實上中國大陸最壞的局面 就是歐盟作為一個整體 然後一面倒下美國 那目前這個局面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歐洲各國的國家利益優先 這個風潮已經起來了 那就在經濟為主 也不一定還有反移民 可是那個跟中國沒有關係 不過我是覺得 中國大陸這一局 我認為有解 因為到7月4號 我覺得歐洲真正要的 可能是希望中國去歐洲投資汽車廠 這個消息有傳出來 那就是share他的利益 就是share利益還有技術輸出 那聘雇歐洲的工人 就這一些 那這個是合理的市場安排 事實上中國也願意 share利就已經做了 那未來應該可能還會選幾個國家 來投資 設廠 事實上當年豐田就是這樣處理的 我覺得如果是這個方向 那中國應該樂意了 至於這個關稅17到38 我認為有可能會降 降到變成一種象徵性 附帶的當然中國對豬肉 乳製品 還有德國豪車 就是大氣缸的 那也會 大概也是意思意思 大概是這樣 來做一個交代 我覺得這可能性蠻高的 可是你從這一局裡面 你已經看出 中國大陸針對不同的歐洲國家 他已經精準的知道貿易戰怎麼打 真的 每一個國家的特殊的利益 他軟樂在哪 他基本上都已經相當熟悉了 是 這個就好比他對美國 也是個別州啊 對對對 他對個別州也相當了解 所以我是覺得 歐洲不可能走美國的路 因為歐洲又沒有要爭霸 對不對 歐洲只是要過好日子 那不要影響他的就業 還有你那麼厲害的電動車 也讓我分一點 大概是這個意思 事實上坦白說 從中國出口到歐洲的電動車 大概有一半是歐洲的牌子 對啊 在回銷回去 是啊 所以事實上是歐洲的公司在賺錢 對不對 所以坦白講這個哈貝克 這個我認為也是被 德國汽車公司叼來的 對啊 所以他心不甘情不願 對啦 事實上肖茲去大陸他就沒去啊 對 他是很反中的啦 所以我認為他就是去 不得不去因應這個 德國的大汽車 因為 德國前十大公司有四家是汽車公司 很重要 所以你看哈貝克跟貝爾伯克 你們都是非常反中的 但是呢 為了德國的好 你真的是要跟中文道好好溝通啦 所以現在你怎麼看 蕭茲就說 在G7峰會時 他就對劑的說 希望阻止歐盟 對中文道電動車徵收懲罰性關稅 德國自己也有 中國德國商會說 哎呀你啊 要提升這個關稅沒有用啦 我們自己本身要夯實 而不是去課關稅 所以中國德國商會的 華東地區執行董事呢 他說歐盟目前建議的關稅 不會對我們的汽車業有競爭力 中國歐盟商會則是說 也許考慮對排氣量大約 2.5公升的進口車期呢 來徵收臨時關稅 最高可達25% 這當然對歐洲的車 也會受到很大很大的影響啊 另外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因為7月4號最後呢 會有一個拍板定案 因此呢 這件事情還在 在溝通 在協商過程 你最後那一張有寫啊 上比亞迪真17.4 吉利20上氣38.1 這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WTO其實在最近幾年來 做了一個比較大的動作 就是補貼跟反補貼的 的measures 能力 那他在這個地方 他就是說如果國家 對於哪個行業做補貼的話 他們可以做一些 反補貼的處理 其實這東西就是要阻止 第一個讓其他的地方 不能夠用像是經濟特區的方式 發展他的經濟 第二個呢 是不讓他們用特殊的關稅呢 來發展進口替代 這是我要講的 進口替代 其實是在WTO這一系列的規則裡面 目前的核心 就是你就是要一直買我的東西 你不能去發展你本國的 這是他們現在所做的 因此你如果從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歐洲現在也是這樣子做 就是說對於這些先進的新能源車 我不希望你們大量的進口到歐洲來 如果你有我們認為的國家補貼 所以他把國家補貼呢 作為向他們收稅的不同的標準 那可是我們回頭來看看 現在若是像剛才亮哥講的 去討論如何合作的話 如果中國的車企在歐洲設立它 不管是原布料或者是組裝 或者是各樣的據點 然後在歐洲製造的話 它就可以有一個原產地的優惠 第二個它有一個投資的優惠 第三個它事實上就是完成了 科技的一部分的移轉 這就像是空巴要去搶 中國大陸的訂單的時候 它在大陸要做生產線 裝配線 它要在那邊使用零附件 就好像在Tesla最早在上海製廠的時候 它的車廠必須要承諾 當你給我這麼多的優惠 幾乎免費的建廠土地的時候 它就要承諾在當地使用當地的零部件 在當地做生產裝配 因此Tesla上一輪的經濟危機 是靠在上海的車廠所救的 那現在歐洲的車企 如果是達成了類似的協定的話 它也可以達成從中國大陸引進 比較先進的新能源車 不管是零附件也好 現在在開會的像什麼保時捷 寶馬這些 他們在2035年本來的承諾 就是我要全部轉成新能源車 如果它今天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商業的條件 那個就是一個business deal 它這個商業條件夠好的話 它可以一邊達成它原來的承諾 同時可以在中間仍舊保有它的品牌價值 保有它極高的獲利 如若不然 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那麼它現在到了2035年 不賣油車的承諾還可以達成嗎 如果不能達成的話 對於這些公司影響不是極大 不但是對這些公司影響極大 對歐洲在整個氣候變遷的領導地位 影響極大以外 對全世界也是有非常大的妨害 所以如果這次真的能夠 因為有了美國這個瘋狂的百分之百的關稅 它的意圖是要阻止比較好的自由貿易 但是它最後的結果 可能反而促成了中國大陸跟歐洲車企的合作 使得更多的人能夠進入一個新能源車 對環境比較友善的車型的未來的市場 那這個就是因禍得福吧 因為美國的意思是要讓你很倒楣 可是結果呢可能不是如美國所願 但是美國將會是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之外 因為只要他繼續採取這種高強的保護主義 就是馬朝旭講的大院鐵幕的話 那這些剛剛講的這些好處呢 包含了科技移轉啊 新能源車對環境的正面影響 大家可以有更低廉性價比更高的更好的 但是美國的車型的服務等等等等呢 美國都不會是其中的一部分 只要他們繼續做他的大院鐵幕 他就會自外於這一個新世界 對 美國以為說自己可以去阻攔你 阻攔半天呢也許你會倒了會垮了 但是倩姐說也許你呢可能才被孤立了起來 而且你的車企的競爭力可能也跟中國大陸相比差太多了 所以擁抱這個新的技術可能會對於你自己的競爭力更好 大使你怎麼看就是呢 中國大陸現在非常精準的呢 對於歐洲啊你要打貿易戰對不對 我也是有招的 所以最近呢可以看到這個王文濤也要跟呢 這個提到了說要跟歐盟進行了反補貼調查案的磋商 好這件事情希望有一個好的一個結果 因為中國大陸真的出招了 讓呢歐洲也是知道很痛啊 中國大陸也針對歐盟進口豬肉進行反傾銷利案調查 歐洲當中60億美元的豬肉跟豬內臟 超過一半是來自歐盟2023年了 60億有一半來自歐盟 因為呢豬肉的內臟啊豬頭啊豬蹄那些 真的是中國人才愛吃嗎 你要去哪裡替代呢 德國的這個市長分析師就說 也許呢很多國家也會想要去補這個差額 比如說巴西啦還有俄羅斯啊這些也想賣去 所以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還有包括了中國大陸也有什麼 白蘭地傾銷的這個調查 8月就會公布 所以我還有很多招慢慢出 對這個基本上現在電動車 我看出租不估算大陸的損失是40到45億美元大部分 大概就是說你要精算一下 大概你要相對報復要造成歐盟的損失 基本上也要差不多這個數目嘛 那另外一方面你就是要精準打擊 因為歐盟是27個國家的組合 你他們每個國家賣到中國的東西 基本上都不太一樣 那現在很清楚的大概就是主要這個議案的這個 幕後的主死國就是法國跟西班牙 所以基本上你的報復的這些項目啊 要能夠對西班牙跟法國造成損失 而不是對其他啊比如說瑞典啊 比如說中國這個德國啊 他們事實上是反對這個對中國電動車 這個施加這個懲罰性關稅 所以還是要這個冤有頭再為有主嘛 所以選擇的對象基本上就是好 對西班牙跟法國造成損害的 所以很精準啊 基本上就是豬肉啊 豬肉產品啊還有就是什麼 還有白蘭蒂嘛 那雖然這個歐盟中國歐盟商會講了說 就是說中國大陸可能會對2.5公升以上的 這個引擎的汽車啊 增加25%的關稅 可是我看這個是商會講的 對不是官方說的 不是官方說的 那中國大陸我覺得基本上 在這個地方它的報復行動 大概是有計畫 而且是有步驟的 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那豬肉的這個反傾銷調查 好像就差不多8月左右 就可以定案了 定案以後就可以實施了 那在這個過程中當然還是 賤就是說線上弦還不發出去 也就是給歐盟一些啊 一些他一些彌補 或者甚至說他一些補救的一些機會 那發出去以後 那一般的這些翻傾銷的稅 大概就是5年吧 5年在檢討的話 那這5年的話我想 首當其衝還是西班牙的豬肉 法國也有很多的豬肉產品 你要知道這個歐洲的產品 尤其農產品能夠賣出去 基本上算奇蹟 因為歐盟的農產品的成本 都是高過於別人的 而且他自己本身在歐盟能賣 還是靠歐洲歐盟這個機制 在做對農產品大幅補貼才造成的 在歐洲有很奇怪的一些現象 他這個這個有的時候 喝水比喝酒 意大利的這樣 喝水還比較貴 對 他就是農業補貼到很多價格 是非常扭曲的 所以西班牙他失去到中國這個市場 他能夠找回來 那真的很困難 那現在歐洲人就是說 那歐洲內部有一個共同市場 你這個中國大陸退掉你15億美元的貨 回過頭了要在歐洲找市場 又在那邊調補貼 又在那邊喬市場 又要搞個半天 搞得歐盟內部也是非常非常怎麼樣 非常非常的麻煩 另外白蘭蒂來講 95%以上的白蘭蒂 甚至更高都是法國的 對 那他也有12億左右的 美金的這個年的這個輸出 中國市場的這個消費 所以兩個加起來差不多 差不多不到30億 那還有10億 我覺得中國大陸還在找項目 那基本上就是說 現在大家講的都精準打擊 不要亂槍打鳥 之前加折就是這樣子 對 非常精準 非常精準 另外一方面 德國現在 這個 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在這個案子上 能夠穩住德國也是有好處的 那麼在 這個就是分化歐盟這裡面的這個內容 當然 這個賬很難算到德國頭上 因為這個歐盟的這個整合 事實上這個案子就是馮德萊恩 馮德萊恩可以一意孤行 因為他有充分的授權 有關這個歐盟這個對外的關稅 還有貿易的糾紛 它事實上它有比較大 它是幾乎有完全的權限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中國大陸一定會報復 可是報復一定是精準的 等量的 然後呢也不要造成 中歐之間的這個貿易的這個好 所謂的外溢 貿易戰的外溢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對中國大陸的這個電動車業來講 基本上可能會 將來會再加重在歐洲的投資 那麼把很多的生產地 那麼打破歐洲的保護主義 讓歐洲也可以共享其力嘛 那比較受到一點損失到 中國的這個電動車產 本來在國內設廠的話 可以增加這個就業的機會 這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呢 這個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 以過去 非歐美的汽車品牌 進入到歐美市場的時候 幾乎沒有一個 這個國家的市場 這個汽車 在歐美市場沒有受到 保護主義的這樣 公然保護主義的打擊的 日本就是 日本就是個例子 韓國也是一樣 現在中國車走進了這個歐美市場 也面臨到這個幾乎是 口裡天天講自由貿易 可是呢 實際的利益受損傷 就把貿易主義 毫不遮掩 毫無羞辭的拿出來這個 歐美國家的這個慣性 我覺得中國汽車也是不能夠 避免的 那至於怎麼樣來 把這個汽車 中國的汽車工業 尤其在這一次 尤其新能源車 掌握到的一個 發展上的優勢 各方面的優勢 不會因為歐洲的這個作為 還有美國在這邊 這個大利益攪局的作為 受到影響 然後呢 從長 從高從遠的角度上來看 把中國的這個尤其 新能源車 變成世界汽車市場上面 一個功無不克 戰無不勝的一個 升力軍的話 我覺得這個需要整個 汽車業 那麼還有中國大陸的政府 要有一個完整的一個 作戰計畫 對 中國大陸只要強了 美國就開始會打壓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 美國開始打壓哪一個事情呢 就代表說中國大陸真的崛起了 所以謝謝你怎麼看 但是呢我們都不斷提醒 這個小運高搶 真的 攔不住中國大陸 攔不住中國人 常常6號告別月球 6月25號左右 要降落到內蒙古的著陸場 常常6號非常厲害 他非常精準的 你看要回來了 那另外來看到 美國最近商務部 又要怎麼樣 去訪問日本荷蘭 加強兩國對中國大陸 半導體的出口管制 限制中國大陸生產 高階AI晶片能力 東京的威力科創 都會受到影響 然後最近呢 你看T-talk也是去告了 因為華盛頓郵報說 T-talk的公司跟創作者 控告美國不賣究竟的 反正就是政治的蠱惑 有違美國憲法應該被推翻 這個T-talk很強 美國也是來啊 對 先講常常6號 因為他經過53天 快要回到地球 而且他這次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他從第二宇宙的這個時間 到第一宇宙時間 中間最後反進大氣層的時候 是用那個彈跳的方式 就好像我們先講 那個導彈一樣 所以就是他用彈跳的方式 進來最後在蒙古降落 他回來了以後 他所帶回來的越壤呢 跟美國過去所帶回來的事 差非常的多 並且我們也知道 當時精準的選擇了 越背的那個坑呢 他可以獲得的時間點 是更早的 我想對於我們對人類 對於人類對於月球的了解 就會是前進的 所以你看我們 看常常6號的時候 難道不是看到一個 我們正在認真的 用科學的方式解決 現在地球的問題 然後並且呢 要去試圖在升空 跟新的宇宙中 去做探索的一個新世界嗎 跟剛剛節目一開始 我講那個Davos Davos就是這種前沿的 領軍者的那種會議 那時候要談的就是台灣 這大陸現在在很多地方 所做的事情呢 其實跟全世界要解決 你的環境 氣候 你的能源問題的 最後的解方息息相關以外 AI或者是人工智慧以後 人類要怎麼去幻想 我們未來的世界 我們要建立什麼樣的公司 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是這一次夏基達沃斯的 六大主題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你看我們一邊在 往前跑 一邊在美國這裡呢 全部都是拽著你 不准你往前走的 伴著你 伴著你 ESMO不准 美國的商務部說不准 TikTok不准 你只要強大了就不准 所有這些 可能給人類帶來福祉的 過去是由美國主導的 包含了 我們大家擁抱了電腦 我們大家擁抱了手機 我們大家擁抱了 甚至我們大家擁抱了GPU 對不對 現在講的人工智慧 我們都曾經擁抱過 由美國主導的 那個新的世界的美好想像 可是現在是在別人主導的時候 每一樣都被牽絆 這就是我們現在世界的困境 也是為什麼這麼多的新興國家 跟全球南方說 Enough 我們要自己去決定我們的未來 你不可以再用你的 強制的領主的殖民者的態度 來對待我們 那這樣的一個世界 美國如果是像過去一樣 高高在上遙遙領先 它或許還可以用強迫你的方式 逼著你進入它的有規則的秩序 逼迫你進入這個 rule based order 但是它現在已經不是高高在上 不是遙遙領先了 光從長二六號開始 夏季達沃斯開始 新能源車開始 我們今天所講的每一個題目裡面 美國最多也是領先群裡面的先進方政 可是你後面的這些人 有非常多跟你很接近了 你已經沒有一個絕對的能力 逼著全世界接受一個單級的 美國決定的遊戲規則 跟那個規則裡面的秩序 所以我們從以前講到現在的 慢慢的剝離 無論是美元的剝離 美國霸權的剝離 美國文化的剝離 它就會是一個明確的趨勢 而且我們從今天講到明年到後年 它會越來越明顯 對啊最近你看抖音 很多中東的事情發生是從抖音看到 我最近加入了這個抖音還有Ttalk 就發現說真的跟很多的 我們外面看到的地方 的這個西方媒體不太一樣 所以亮哥你怎麼看呢 那個美國開始打壓打壓 但是華為呢最近在發表 開發者大會有宣布 鴻蒙Always Next的正式版 會在Q4登場 就是唇血鴻蒙來了 Mate70就會脫離Android系統 對因為它的開發者已經高達254萬 很多 所以它的base已經夠了 而且有9億台 對啊 那聯網已經超過iOS的規模 世界第二 那排名前5000的APP都上了 都上了鴻蒙 對 所以坦白講不容易 建構一個生態系 不容易 而且華為有一點是不一樣的 它不是簡單的一個手機APP 它事實上跟整個物聯網 還有這個自動車的那個智能系統 還有跟環境的智能的互動 還有家居的 整個都是一樣的 萬物互聯 就是說鴻蒙這個系統 不是單純的手機APP 它各個東西都可以用到鴻蒙 都有 對 所以我覺得未來 一旦它這個鋪開之後 你一旦使用了它 它這個互通的各個體系 你恐怕就很難脫身了 回不去了 就是這個不是買一支手機的APP 這個OS而已 它事實上會連上你很多產品 那到時候 只要華為賣得進去的國家 它整個系統一定都會賣到各國去 比如說你說中東 阿拉伯國家 一定會用它的電動車 會用它的物聯網的系統 那整個就會構成一個整體 天啊 不得了 其實這個 這個在我們行銷上 是叫做它產生了結構障礙 就是讓人家沒有辦法換 進入的障礙很高 沒有辦法換品牌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連動的產品太多 那會造成你生活上的不便 所以這個真的是蠻厲害的啦 所以 而且我 我也看到一些大陸網友在講說 非常的順 對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經驗 只用純血紅紅 因為台灣沒有辦法用純血紅紅 他說 用滑起來是非常順 是 速度也相當不錯 對 那 因為我下禮拜要去大陸 到時候會再試一下 OK 那你要記得跟我們分享一下 沒有 我會帶我的華為去 OK 因為在台灣真的比較不能用 比較不好用 不好用 很多限制 姐你要不要補一下 沒有 我也很想去試 對啊 大家都很期待 台灣的這個就是沒有辦法用 很多中國大陸電動車也沒辦法開 這個華為好用也沒辦法用 對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 你要打倒中國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 中國人很聰明的 謝謝大家收看囉 記得幫我們按讚 這個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以上 請問我們請問大家 感谢观看